如果家庭用車真的特別在意空間 而且不只是載人 還有載東西也要載得多 那旅行車這幾年大家討論度是高的 選擇上好像各品牌也多多少少 有在堅持再給消費者多一些 那今天這期待我們來看的是KIA的選項 對 我覺得其實從剛剛我們看Mini 這種Countryman這種車 你會真的把它定義是修旅車嗎 我覺得其實也不會 它就是一個比較新潮的 然後空間好的高機能性車款 其實旅行車也有類似在近幾年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如果你真的攤開市場上 挑雙B2什麼的豪華品牌很多 但是如果你在比較相對低 比較親民的價位 你大概可以看到的就是Focus Wagon 跟KIA的C Sports Wagon 那這個車必須坦白說 它是相對的不制服車一點 比較獨特一些 就是獨特性 剛剛大家講的就是我選車 不管是什麼啦 鎖定SUV當然就是獨特性 所以就更重要 因為車口數很多 對 但是如果你在旅行車 你選起來的話 人家會覺得 哦 你就是品味比較不一樣一點 嗯 蠻特別的 然後簽名的價格在於 它真的就算百萬幾句了 對 109.8 然後呢 這個車很有特色的一個地方是 它是很純正的歐系身份 就是它的那個CEED裡面兩個E 就是Europe跟European的意思 所以就是為了當地的市場打造 那我們也知道 臺灣其實跟很多的歐洲環境路況 是很相近的 可能空間需求也比較相似 那以C Sports Wagon來講的 這台是算一個中期改款 然後導入臺灣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就是雖然啦 已經改款過了 但是世代上 你可能跟最新的KIA 那種Digital Tiger Face 還是有點不同 它還是維持在Tiger Nose的那一個世代 但是起碼也換了新的產徽 對 然後呢 兩側的燈具 不管是行燈 它還是水箱護照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 這些還是稍微你認得出來 這是一個KIA的一些元素 一些家族的樣貌在裡面 然後改款過後比較大的差異 主要其實還是在下半的寶感 以及它兩側的一些 這種黑色烤漆的飾調 就會比 其實這個車 它沒有在分什麼 比如說什麼ST Line RS什麼 但是它其實運動性是很夠的 尤其你看上去旅行車的比例啊 什麼的 你就會覺得跑格感其實還很好 它是單一車型 它是單一車型 但是它曾經有出過比較特式的 對 限量的稀少的款式 對 那它的 另一個點就是它的動力 它是有48V的輕油電的系統 然後160匹 其實它整體的踩踏 動力輸出沒有很高 可是因為它比較特別是 跟同級來講 它配了一個七速的DCT雙變速箱 在有Mine Hybrid的車系上面 所以我覺得算是比較少見 然後踩踏起來那個動力的傳遞性 也會比較直接一些 是 所以你剛剛才會說 它在設定上 無論是身分上是歐風 或者是它在整個底盤調教操控的路感上 其實也比較偏偏會系車 我覺得它的開起來的感覺呢 它沒有Focus Wagon那麼 運動性那麼純粹 可是整體的調性 你會覺得骨子是很紮實的 就是有那種 飛強調運動的歐洲車那種感覺 對 宋惠姐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那種紮實感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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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體格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來到車側其實可以看到 當然第一旅行車的線條 比例非常的好 然後車頂也有鋁合金的行李架 而它的車長呢 其實就只有四米六而已 所以還算是一個 以旅行車來說小巧的尺寸 就都市的穿梭是很不錯的 來我們來前座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的配備 其實 你看有迎賓喔 對 你打開它椅子往後退了 當然這不像你開門 現在看到KIA展間 最新的SORRENTO EV9 這些的樣子 不過其實數位儀表 然後新式的方向盤 其實這些功能 這些配備也都是有的 而且它裡面上這個圖樣 會不會讓你想到 有點像那種 菱格文 千鳥文那種感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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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是有一些 顏色比較不一樣 對 時尚的妝點 然後車上用了很多 黑色的這種鋼琴鏡面烤漆 其實它的配備 說真的還不錯 包含駕駛模式 然後環景 然後中控的車機等等 這些功能通通都是有的 而且有當初還滿有趣的一個話題 就是因為它其實跟Focus Wagon 算是沒有隔很久的時間推出 但它有後座出風口 所以那個算就被拿出來比較了 所以一樣是與歐同歸 不過呢 人家是有後座出風口 但是其實坦白說啦 它的後座可能跟你一般認知的旅行車相比 它比較緊湊型一點點 對 特別是西部空間 對 但是怎麼樣 但怎麼樣來說 它還是比這種C segment的轎車 或者是先輩車來的余裕 尤其後面這一段 對 往後看之後 好 我們把門關起來 往後再來看 對 其實這種旅行車 很多朋友就會說 你動輒接近5米 或4米8以上 停車會略略有一點負擔 但以它的車格來看 它真的是希望能夠在一個 比較緊湊的情況之下 還是給你旅行車的功能 就比較適合歐洲的那種 擁擠的環境 真的 然後呢 我們其實來到車尾 它的變化 說實話在車尾就 中期的改款就沒有這麼多 那一樣比較運動化 動感一點的 像尾翼 然後LED的尾燈 簡單的線條 然後後面的下保感 稍微就透過兩邊的這種 這種烤漆來做一點點 元素的點綴 但是其實說真的 小歸小打開之後 你會覺得蠻深的 電動尾門有了 對 電動尾門是有 然後這個後箱 空間感覺是 其實就跟你認知的旅行車 是很相近的 有521公升 在這個標準的狀態之下 然後門檻都是平的 這邊呢 我要講一個 我覺得它做那個住宅改造 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它的隔層很多 這邊一個很深 然後呢 你再往後拉 再一層 這邊都是 而且裡面還有第三層耶 對 它只是比較淺一點 對 對不對 但中間這裡 而且幫你隔間 輕隔間都做好了 對 都裝好了 然後最裡面 你就不用另外買收納盒耶 對啊 最裡面細心那條打開 你可以收這個杖板 然後你平常在用的時候 其實就用拉的 它是很好固定 然後放掉就收回去 機能性非常好 我覺得在後箱這一塊 你其實還是必須得認 歐洲人喜歡的旅行車 旅行車其實 我覺得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這個離地高度啦 嗯 蠻低的 你看你上下行李的時候 對 真的 不會特別的費勁 你不用拉特別高 沒錯 這確實也是 對啊 然後也有比較優美的這種 稍微一點鞋背 就是他們叫 Sports Wagon的這個造型 所以也算 你有空間需求的話 比較特殊 比較新潮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家裡面 是需要載人做後座 但是 例如說家裡成員是小朋友 對 我覺得很可以 這個嬰兒車什麼的 應該都是蠻OK 對 除非說真的就是 你後面 孩子都已經特別大個 西部空間要為他考量 那就真的要去試做看看 對 沒錯 謝謝志希 帶我們了解 KIA C Sports Wagon 那小蘭 剛剛有提到另外一款 嗯 也是旅行車 是 那 也是會拿來做比較的 它現在有沒有什麼新的消息呢 是的 我們看到福特 最近也發表了25年式最新的這個Focus ST Wagon 這台車如果你是想要這種性能旅行車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它的CP值也是蠻高的 好 那它最主要的話是有增加了幾個配備 例如說像頭燈的部分 它也換上最新的這個MATRICE LED頭燈 裡面就有120顆的LED 然後呢 在內裝的部分的話 它有13.2吋的這個中控螢幕 那在數位儀表的部分 它也換上了12.3吋的大的這個數位儀表 而且裡面的話是最新的Vision X的這一個系統 那另外就是在自動停車的部分 它現在因為前6後6的雷達 所以它的這個自動停車的功能也變得更好 然後精準度又會更高 好 像它現在前後各有6顆雷達之後呢 像它的方向盤油門刹車啊 這些都可以交給它系統來做控制 然後它還會幫你自動偵測車位 然後包括像是垂直的跟平行的車位 它都是可以支援的 但是呢 除了這個功能性以外啊 其實大家最吸引人的 應該就是它的性能表現的部分喔 雖然說這個車子推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性能的部分還是很吸引人 例如說 它是2.3T的這個渦輪增壓引擎 然後呢 如果是Vagon的車型的話 它是搭配七速的手自排 0到100的加速的話 也有5.8秒 而且它的最大馬力是280匹 其實開起來 它的性能感受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然後除了它的動力大以外呢 比如說它懸吊的部分 它有賽道級的懸吊啊 然後多連桿的獨立後懸吊 好 然後像1LSD的電子線滑差速器 煞車的部分 它也有EBB的這個電子煞車的增壓輔助等等 其實這一台車它開起來真的是還蠻好開 而且我前一陣子喔 應該是大概兩三個月前 然後有去就是北部的這個噴桶賽道 那時候大家有做一個友誼賽 是 然後你知道當天呢 其實也有小鴨 有其他的車款 暴力鴨這些都有 但是當天的冠軍呢 就是ST Wagon 對 因為它其實 它的這個 它 我們在看喔 可是它有它的身形 對 你看它 它有優勢嗎 它的軸距2米7 所以當時我們會覺得說 這台車應該就是加速快 但是在這麼小的這種金卡納賽道裡面 感覺上它應該不是當天最有優勢的那台車 所以它可以那麼精準 對 但是這個車主 當然車主它也非常會開 它很會開 它開整個動態非常的流暢 然後它轉向各個方面 可能也就是因為它有電子鮮滑擦出氣 然後它整個開起來就是 哇 那個動態 行雲流水 所以它當天真的是 致敗 所以我對這台車就是用了 駅壓群雄 對 就是有了更新的一個認識這樣 ST Wagon 就伸手了得 對吧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那就是今年年底 11月1號吧 因為剛好我們在錄影的這幾天 大家都去參與了試駕 那就是 寶石街第一台電動休旅 它也來了 馬康Electric 稍息了 黃金附陣隊 苦茶零炸 挑戰成功 哇 喔 讓它抓到 喔 旁邊就是懸崖了你各位 我從來沒有開到 這麼驚險 超人為什麼要穿緊身的 行進入獻的駝背就一直記得 啊 The day is breaking softly and the night is glowing true I feel a million eyes 對 乾杯 I can't just see you 下次再來 地球王金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 Toyota的全球 真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 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動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車友們 地球金線邀您 一起上線